香港是高齡化的社会 现时有大约8%的老人家住在院舍 他们大多有各种长期病患 需要服用多种药物 而且他们多数在公立医院复诊 近年公立医院的复诊期越来越长 安劳院舍因此需要处理大量的药物 而且他们不够人手去处理药物 亦欠缺处理药物的专业知识和培训 导致药物事故时有发生 长期的处方亦造成大量的药物浪费 香港药学服务基金 有建院舍处理药物的时候遇到各种问题 在2018年设立了药物管理中心服务计划 透过资讯科技、自动化科技 和物联网技术协助院舍处理药物 这个服务计划是由 会安心药物管理系统 电子药物派药程式 和Litria自动包药机组成 整套系统里的药物资料 是电子化、规范化和即时同步 方便整合远游完整和准确的药力 远游的药物会交由药物管理中心处理 管理中心配备自动包药机 相比起传统以人手执药杯的流程 可以更准确和更有效包装药物 而透明的药袋包装 亦方便核对、储存和运送 和确保在运送和储存的过程中 药物可以保持稳定 院舍收到包装好的药物之后 会时会使用派药程式 及背后药包派药 而且可以即时禁制作为派药签署 程式还可以显示药物的相片 和各种功能辅助派药 确保用药正确安全 整个计划由药剂师监测和管理 同时协助整理院有药力 并为安劳院舍员工提供药物培训 中文大学的研究发现 使用服务之后 同样时间可以处理多70%的药物 另外院舍核对药物时 发现的错误亦显著减少 我们香港药学服务基金 为何要引入自动化的药物包装机 其实因为这种技术 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 亦都能够证明它 其实是有效地能够提高效率 以及包装药物的安全性、准确性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计划 能够为我们香港的长者 在老人院舍里面 在药物安全的角度来说 能够优化 令到我们的长者 在这个院舍里面 享有一个比较上 他们安心的服务 我们就是揭力地去尽力 希望我们能够将这个服务 慢慢去扩展更多的院舍 令更多的长者可以受惠 在参与了这个计划 希望可以进一步改善 院舍的药物安全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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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